说到布拉拼格的Lisa 多年来一直以这种标志性的发型出现 虽然Lisa很少有没有刘海 在最近的宝格丽一阵奇奇花园活动中 Lisa不仅穿着一件漂亮的亮黄色连衣裙 和耀眼的宝格丽翠首饰 Lisa的短发也没有了每个人都习惯看到的刘海 当看到这些照片被分享时 对许多人来说 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没有标志刘海的Lisa 但不可否认 她看起来绝对令人惊叹 布林格和韩国媒体都忍不住开玩笑说 宝格丽一定向Lisa支付了至少100亿韩元 原因是因为布拉拼几年前播出的认识的哥哥 在这一集中 成员们不停的滔滔不绝的谈论Lisa标志性的刘海 Lisa解释说 她从四年级开始就有刘海 Supers Jr的情细车随后开玩笑说 广告商他们会给你100亿韩元来展示你的额头 这样子的话你愿意吗 经过仔细考虑 Lisa解释说 当然我会以100亿美元来做这件事 正是这段视频让每个人都开玩笑说 宝格丽一定花了她很多钱来展示她的额头 无论Lisa有没有刘海 不可否认她的造型都很好看 希望现在她展示了没有刘海的视觉效果后 Blinks往后也可以更加频繁的看到 这样子的Lisa 爱的韩社 Merry解释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